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現在我要教大家的是 這一台剛到的喔 坐飛機來的 Hanasonic SD-BMT-1000 這台麵包機是 我最近所需求的 所以我就把它買進來了 因為最近常常沒有做早餐 我老公就罵了 沒有罵啦 他只是說希望我能夠做早餐 不然麵包也好 因為他出去不知道要做 實在是不知道買什麼 那這一台我就先訂 因為聽說今年好像台灣會上市 但是我不管 我們有需求我們就買吧 好 那這個部分呢 首先看一下這個機器 在這邊本來會有一個電片的部分 這是電池 一個電片 那你只要把它拔掉之後呢 它才有辦法 這邊螢幕才會有電 那一開始的時候 這邊都是00 所以那00 那我們要怎麼設定 你就按著這個時間 一直按一直按 長按之後呢 它就開始散 散的時候 你就可以按10 10的話 它是24小時字 所以像現在是23.58分 那我就要按到23之後呢 再按分 分你可能就是一直按的時候 它一直跳一跳到58 然後就放開之後 它就設定好了 好 設定好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用 那我第一次我就要先來做的是 我先做生種 喚醒 喚醒 生種的部分 那 呃 我們的食譜是日文的 對不對 食譜是日文 等我一下喔 食譜是日文的 那這裡面其實也有膠 不過我覺得你們可以參考 就是台灣的版本 在這頁裡頭 有沒有 這頁裡頭也有教 說 你生種要怎麼做 這個是67 好 先看67 67 生種怎麼做 生種怎麼做法呢 簡單來講 我跟大家說 就是說 像我們要買 日本會有這樣子的天然酵母 這個是 新野天然酵母 麵包種 對 這個是葡萄種 也就是 用葡萄去做 呃 發酵的一個 天然酵母 它把它 經過 醇化處理之後 就會變成這樣 一顆一顆的 就比較方便 那我們必須把它換型 因為它類似一種 嗯 讓它 冬眼的技術 應該是這樣啦 然後 變成這個樣子之後 我們就要把它換型 換型 要怎麼做 欸 我這裡有一包 這是 阿口的天然酵母 聽說 這個叫做 嗯 AKO 我們一般都是講AKO AKO它 AKO AICO 這個也是天然酵母 跟新野一樣的一個用法 需要經過喚醒的動作 那喚醒的話 我們怎麼做呢 首先你拿這個一包 它的用量怎麼看 用量像這個 我買的這個是五個小包的 每一包是50克 所以呢我一次就拆 一包也可以 或是你要用多少都OK 那主要就是說 你的這個 這個 這個叫做 生種的部分 呃 一 水是二 水 就用溫水就OK了 好 所以呢我用一包 一包的用量 50克 因為我最近可能會蠻常做麵包 那我就用50克 它基本上面那冰箱應該可以放 每個一兩個禮拜 甚至以上吧 好 我就把它拆了之後放這邊 噔噔 好 50克 那如果你要減慢其實也是OK的 好 50克 這樣就好了 然後呢 我水 我就要放100 水 我就要放100 歸零 徹底歸零 然後放100 那你說是不是要真的很準 我倒覺得還好 就差一點點也可以啦 好 OK 100 好 那我量到100之後呢 來 這時候 麻煩你們拿出一個乾淨的筷子 然後給它拉一拉 拉一拉拉均勻的 不能叫做溶解吧 反正就是拉均勻 變成一個糊狀的 好現在還是液體 不是糊狀的 然後呢 這個時候有點就像要做優格 那這樣是水狀的 有點像倒鈴的感覺 好 我把這個蓋子蓋起來 喔對了 我剛剛沒有講 這個容器是它 麵包機原本附的 然後麻煩記得要 清潔消毒 或者是烘乾 乾淨的時候再使用 裡面呢 盡量不要髒東西 免得有不好的細菌在裡頭 然後它都跟著一起發酵了 蓋起來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 放進去裡面 好 給你們看一下 我的內鍋要拿起來 內鍋要拿起來 大家想這樣 我就會放在這個地方 把這個杯子 放在中間那個地方 放好之後呢 放好之後 它這邊會有個層次的設定 好 放好之後層次的設定 就是我們要講 SENZO OKOSHI 就是24號 24號的Menu SENZO OKOSHI 好 就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 這樣可以看得到嗎 這樣可以看得到嗎 好 等一下 不好意思 我自拍神器沒那麼厲害 好 這樣 OK 好 然後 我蓋起來之後呢 差點了對不對 我就要按Menu 按了Menu之後 按了Menu之後 這一直倒數 32 31 24 我們要的是24 那24呢 其實它就是 會有一整天的時間 所以我現在是 凌晨的 4分 5分 5分 所以 按Start之後 它一直到隔天的 這個時間 所以它有一個完成的時間 會跟今天現在這個 此時此刻一模一樣 那其實它就是一個發酵的層次 也就是說它會提供一個 大概28度 左右的環境 讓它生種在裡面 然後我就按Start之後 就OK 開始 等到一整天 你就不要理它 等到一整天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那個拿出來 放在冰箱 然後 要做麵包的時候 就可以拿來用 那下次再教大家說 怎麼拿來做麵包 掰掰